学霸女主配上匹帅转校生男主的新颖设定,甜甜的纯质情感,浓厚的校园青春气息,让《百岁之好》一言为定成为了十二月必追的甜宠剧。这次我们就来聊聊五个关于剧集之外,你可能不知道的是。 《百岁之好》一言为定的原著小说,写的其实是一部关于青春励志创业的故事,但在电视剧的前几集情节,主要是围绕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线,而且剧中超级多的吻戏,虽说狗粮撒不完,一些原著粉丝对此产生了不小的争议。 有些书粉甚至感觉剧情被改得很离谱,尤其是原著非常注重创业的这一部分。 好在《百岁之好》一言为定,最终还是凭借剧情和演员们的精彩演绎,收获到不少正面评价。 大致上还是有把故事中那份纯澈的浪漫爱情,以及主角之间的励志奋斗给拍摄出来。 虽然在剧集开播时,这部青春剧不可避免地遭受了一些原著设定上的议论,意想不到的是《百岁之好》一言为定的后劲十足,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越看越上心,热度更是冲进了榜单前五,原小说在豆瓣上评分高达7.3分。 而这部网剧在播完后,一举拿下了7.6分的好评,打破了影视化不可超越原著的魔咒,让人感到意外。 在几乎没有可以称得上大万的演员,没有乱七八糟的滤镜下,认真地讲好一段青春和爱情的故事。 或许这就是这部剧受到追捧的重要原因之一,成为了年末最强的黑马好剧。 《百岁之好》一言为定,讲述的是学霸和学渣,彼此相知相惜的成长经历。 王安宇饰演的蒋正涵,是个任性叛逆的伪学渣,而向韩之出演的夏灵溪,是个成绩排在全校第一的超级学霸。 但两人现实生活中的在校表现和距离却有相当大的反差。 王安宇其实是个品学兼优的模范生,在高考中取得了614分的好成绩,超过文科一本线11分,读的还是当地的重点高中,是名副其实的学霸校草。 像韩之就曾自曝自己,虽然没有沦落到学渣的地步,求学时期只属于笔上不足,笔下有余的普通成绩,算是各项科目都能及格通过,但并不标青。 王安宇在剧中的寸头造型清爽俐落直击少女心,收获了不少粉丝的喜爱。 果然寸头才是检验帅哥的唯一标准,留着寸头的王安宇眉眼间,净显满满的少年气韵,五官显得更加立体。 剧中出色的表现,让王安宇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网评,12月男友。 但王安宇早期可是个留着一头,飘逸长发的文艺青年,在进入影视圈后,为了剧情所需才把长发剪掉。 在古装剧梦回中,就首次把头发剔光了,之后在二世不获里,也是以寸头形象,来饰演魅力十足的基建手。 百岁只好一言为定,播出后王安宇的寸头,再度收获一波好评,被网友们认为这简直就是理想中, 初恋男朋友最完美的样子,但比起寸头其实王安宇,更加喜欢自己长发的模样, 对于能不能再留回长发则要看缘分,毕竟演员还是要依照角色,来调整自己原有的形象。 在百岁只好一言为定,还未播放时,在网上就已有爆料称已死王安宇有了恋情, 而当时的对象就是向韩芝,两人在拍摄花絮中互动颇多,气氛暧昧。 眼尖的网友也扒出了,王安宇和向韩芝曾经使用多个同款, 随后向韩芝在国外的社交网络上,晒出了一张照片,可以看见他用手举起了一只大白猫的画面, 这组照片发布没多久之后就被删掉了,但还是被网友火速认出, 向韩芝怀里的白猫不是别的猫咪,而是王安宇从小养到大的猫咪。 由于在剧集拍摄期间,向韩芝还未满18岁,王安宇还被网友调侃恋上了未成年的美少女。 两人对此都没有正式回复,撞同款又撞猫咪,让人更加好奇因细生情的可能性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,如果喜欢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,我们下个影片见。